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 陈亭飞被周玉寇指控临时退广播节目扣扣早餐通告 意外引起两个女人战火 周玉寇认为陈亭飞无端退通告 据周玉寇脸书叙述 起因在于陈亭飞阴晴跑基层无法北上 在电话中也表示来上我们节目 怕会遭对手攻击 因此婉拒邀约 不过令周玉寇不满的是陈亭飞违反承诺 于民调前上政论节目通告 而周玉寇也在政论中节目怒呛陈亭飞 你是说谎的候选人 然而战火一触激发 陈亭飞急控告周玉寇名誉损害赔偿 对此周玉寇认为陈亭飞提告 也无可磨灭磨灭他对节目制作团队谎称不上节目 而在临时取消扣扣早餐邀访通告后 却在同一期间两度出现在电视政论节目的事实 认为关于陈亭飞与诺又反悔 在无语警下允退本人电台节目约访通告 言辞反复一事 涉及立委人格风范之外 对本节目造成之伤害 最后周玉寇也强硬解释 在政经开明室节目所作描述 即将上述事实的前后发展 做了真相还原自认爵位涉及侵害名誉等犯行 表明要陈亭飞立即撤回对本人的告诉 针对陈亭飞女士提告名誉损害赔偿一事 周玉寇回应如下 警告陈亭飞女士提告 也无法磨灭你向本人主持的电台节目 扣扣早餐制作团队谎称不上节目 临时取消扣扣早餐 邀访通告后却在同一期间 两度出现在电视政论节目的事实 本人在政经开明室节目所作描述 即将上述事实的前后发展 做了真相还原 爵位涉及侵害名誉等犯行 请现任民进党籍立委的陈亭飞女士 秉持尊重言论自由公众人物 言行接受公平的原则 立即撤回对本人的告诉 关于陈女士运诺又反悔 无预警下运退 本人电台节目约访通告 言辞反复一事 涉及立委人格风范之外 对本节目造成之伤害 也请陈女士之所节制 陈女士侵害媒体人新闻工作自由 成熟恶力 本人要求陈女士所属政党民进党了解事实后 加以制止选择 周玉寇 2 2018年4月2日 周玉寇呛陈亭飞 翻设自网络 周玉寇释出文件 翻设自周玉寇脸书 周玉寗 後玉寇 bend